常侯您好 我师妹有男人 因为是复活天使男人组的 说 常叔 你也拉了他 老二 对吧 对吧 你先不要被人队在这 就这样 可能你过来 我们 我们两天都在人家 就是把他当个人说清楚了 这我看你 这没有啊 这没有啊 这都没有啊 这样阿姨 阿姨 就先别男人去 我看到 亲爱也不来 儿子弄丢了自己多年的积蓄 按道理说 所有的怒气 应该发在孩子身上 可是长铁材 为何会这样冷漠地对待老伴 难道 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让他如此反感自己的老伴吗 那我老伴 还有我学校 前面和孩子 这不 看我下半面的吗 这不 他 我那肯定前 把我一把玩 都丢了 他要孩子 那就没有我 要我六枚孩子 必须选没商量吗 没商量 那一点商量 长铭命 居然是捡回来的孩子 长铁材到处的引擎 让我们颇为惊讶 难道 这才是他要与陈阿姨 决裂的真实原因吗 而据周文人说 在二十三年前 第一个捡到孩子的 并不是陈永信 而是长铁材哥哥 长铁拳 为此 我们找到了长铁材的哥哥 我干活 三队 我从老弟们 从我一百五地 拿着拉扇的 拉扇的大伙 可能一样的铁材 有个大事不说小孩 一个铁杆 完了 大伙就给闹了 闹了 来的挖孩子 所以大概一看小孩 不定了 没有人 对话 就去 他说 不要 他说 通过半会 我承认得 根据长铁财哥哥的说法 当时收养冥冥是一家人的意见 现在为了这个孩子 已经年迈的夫妇 却要离婚 说到最近 丈夫对自己的冷淡 说到孩子的身世 伤心的陈荣勤 拿出一套破旧的被褥 这个是 这个就是当初包他那个 最小痰的这个味 这个他那小毛 这是他的 这一点肉不像他 这是当初包他的东西 捡到师傅 我这件衣服 现在都洗手 年头多了 就这样 就这小麻将 啥也没有 然后他就是搞得 有一个开油准行刀来的 现在看着 为了心酸吗 为了看着他 这个孩子名字 这么哭呢 我能够带着 七八十一期的 就是妈留给她唯一的 连她的英文一类